那给臭宝们看一下我们寄来的花都长成什么样了 这个来了怕是好长时间了 就咱们刚搬过来的时候就来了 你看这大约上长得很水灵 这是五月底 这个是从云南 本来那个时期正好是他们说出去玩的吧 看上什么节啊 就说寄给他们就没什么 我们从云南又寄回来的 寄回来以后你看 本来都长满了 后来一走快递全落了 现在又长出来了 这个是臭宝的桂花 都长得都挺好 现在这是刚来的白辣 这个估计够点呛了 擀了好几个 枝子花擀了一二 那个也是个枝子花也擀了 枝子花都擀了 这来的时候都不行了 不是说老花衣不行 你要懂这个事 很多长得都不错 这个花友的这个猪顶红 有点意思 就是我已经给它寄走两个了 就养得很棒 然后这一个呢 吃吃的都不长 吃吃不长 但是现在也已经长根了 现在就等它吧 这就来了沙 寄走那俩了 这个花友的这些个全擀了 还是太弱 然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已经要擀的那一部分 得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老花衣衣 怎么说呢 这几个呀 就是因为根系还没有长牢 还没有长什么叶子呢 然后我们大棚里面 它是统一浇水 我们生产部门不知道 当时就一遍给浇了 其实不应该上飞的 好多都给烧死了 你懂这个事了 所以说像这种 这个花也是 你像这种很并威的这个 大家就不要施肥了 施肥就容易嘎 这个也是嘎了 就像这种并威的 就不要施肥 等它现在自然反应起来 先长出来叶子 你看这个 叶子不就慢慢地都长起来了吗 等它叶子再长多一点 扶墙不扶弱 它长得好 你多去施肥 长得不好呢 就不去死 那有的话说 老花衣怎么就看到这么一点 有很多你 我们都没看到呢 很多你没看到啊 都是因为已经寄走了 你看这个金茶花 长得也很好 这个瘫花活了 是吧 这个花有的瘫花活得多好 都活了 很多都活了 都已经寄走了 很多了 就是你能看到的 基本上都有各种原因 没寄走 还有这个 这个来的时间不长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多一点 你看 好了 也没有什么很典型的 是吧 它们心心念念的那种 今年好像没有 有的也都寄走了 这七月了 那这学十六 好了 想要寄养的臭宝呢 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后台啊 老花衣这个寄养呢 它是免费的 但是快递费要自己出 养死了是不赔的啊 养好了我就再给你寄回去 养死了就不赔 结果不错 就这样关注啊 每天我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衣 养花脆转衣 白个臭吧